各位南大乡亲,大家好,我是藏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四月十五位南大新闻 关心人民的农山品文章和交通的处置安全 南大管理人明前今天一节播 特别整合六国乡的英联专专的刷浸浪漏来进行规刊 因为道路二国失修,但有四公里等的道 只存在土耍的路边,也影响到民众的安全 所以会结束后,管理人明前也只是上官的单位的冠金来征修 更不用顺势专专业专专 南大管理人明前一天人,整合六国乡检查 一来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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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 管理人明前是全心听出乡亲的数据 因为来面很多东西的商品,都是头 Rock这厨里人登兔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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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 我相信它是一個真正知道農民的口 知道農民的需要的好館長 所以在這裡拜託我們的縣長 真的是可以盡快來提拔經費 給我們做好事 我相信只要支持我們這些農民 它才有一條安全的一個道路 從來看我出來 跟放車來才不會再航海了 對 聽到電影的訴求 館長臨民也怕掉 為了農民的農產品穩輸 以及交通處理的安全 絕對會專立13天 我們政府常常說 我們要照顧農民 但是中央提拔政會幾乎零 所以我們縣政府還是要想辦法 來籌籌 大概將近200萬費用 來把這條路口給農民進出 可以更方便 更好怕 這條路口就要爆的平板 老人大家都在這裡散步 給人看 這條路就進入冠軍 剛才有在英雄村的山沿農路 還要綽繃地區的國籍農路 需要冠軍改善 經過費刊平國立後 兩個工程費用 大約需要287萬 管政府募集中的冠軍進行改善 保障民眾出現不安全 記者王豬如常報道